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本座的罗赦 太可笑了 不可能 这是什么鬼力量 没用的 血脉之力虽然特殊 可惜品阶太低 真是一具不错的身体 这本座的罗赦是灵魂海 吞噬内的灵魂本源 这些身体就将成为本座了 难道 就这么结束了 确实仇被报 怎能就这样 这刀上 我不甘心 这是什么 确实仇一冰剑 也想伤到本座 本座灭 真是 真是 成功了 靈魂成形 有出事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其世上 怎么可能就生到本作的东西 该死的小子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 神作会将你夺赦 不 发生了什么 那黑影被神秘修剑给吞噬了 还有我的灵魂 好强 这宝物 实乃一位上古强者的阴谋 各家时代珍藏的 竟是有灭族之位的不祥之物 阴差阳错的 我这也算是救了各家吧 该出去了 差点忘了 秦城少爷 你总算出来了 各家主 你可是坑得我好惨啊 我刚进入考核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判定失败了 你说 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 不应该啊 以秦城少爷您的天赋 应该轻松通过考核呀 难道出了什么意外 蠢货 当然有手脚 想得到宁神寓 做梦去吧 陈上 既然考核失败 你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长时间呀 我刚进去就被告知考核失败 实在气不过 就在里面睡了一觉 睡了一觉 只能说秦城少爷你运气不好了 一无所获实在可惜呀 其实也不算一无所获 虽然没通过考核 但宁神寓 我还是能够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玩意儿 你 到底怎么得到宁神寓的 我也不清楚 睡完觉 我就发现这块玉从里面飞了出来 使手一抓就拿到了 家主 家主 睡醒了 我也该走了 知我也告辞 前尘 老夫要为人回外盾 讨回公道